这是我们的机器 我们开机的 把这个总开关打上去 指示灯亮 按一下电脑按钮 电脑就会自动启动 电脑启动好了以后 电脑开完以后 我们需要用到打标机的时候 那我们就点开这个打标软件 点开打标软件 然后我们把程序设置好 比如我们要打个什么东西 那我们把程序设置好 设置好程序以后 我们需要打标 就按下激光器按钮 按一下红光按钮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操作机器了 已经打标了 我给大家讲一下 常规的一些使用功能 然后我们常规开始 日常需要用到的一些功能 你像这边 这个是绘制文字 再点一下它 到这个界面 出现这个有几个点 说明这个是可以绘制文字 对应的内容怎么改 点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跟电脑打字是一样的 你在键盘上去打 你打看字也好 数字也好 打好以后 输入好以后应用 那就变成你需要的了 填充一下 用默认的这个参数填充一下 它就可以进行打标了 这是最常规的 调试参数怎么调 就是我们日常用的话 就调速度功率频率 这三个就灰了 这三个以下的我们就不要调 要调的时候 日常的话 这是一个默认 是一个灰色状态 是用不了的 我们需要调试这个参数的时候 要点开这个勾勾 速度的话 打一个产品时间 坏以慢 你比如我打这个产品 这个时间 那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比如我打这个 然后我用1500的速度 打这个产品 这里显示的是时间 那我现在打一个出来 看到没有 打出来是0.12秒 就是一秒不到 那我把它改成3000 那它速度就会加坏 你看打出来就是0.078秒 是不是比刚刚数据就要坏很多 所以这个速度的意思 这里就是数值越大 它的加工速度越坏 数值越小 加工速度就越慢 那我们默认的 一般常规产品 我们就不用去动它 我们现在讲功率是什么意思 功率的话是0到100克一条 功率就是激光的强与弱 我们先用0的功率 在这上面打这样的内容 我们打一个给你看一下 你看0的功率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用个75的默认功率 我打一下 我们点标课 你看到没有 它75的功率光就强很多 打出来产品效果就很好 所以这个功率是0到100克一条 你自己根据你需要的数据去调整 然后频率你核也不用动它 其他的核也不用管 所以日常你要打产品 就调这两个就OK了 调焦距就是激光的灶光点 这个怎么去调整它 我们先画一个圈圈 因为不同的产品 它的焦距点是不一样的 画一个圈圈 画好以后 我们在这里改一下直径 把它改成个5 应用一下 点一下这个去中键 这就OK了 填充一下 把空心的变时心 填充的意思就是这个红色的H 把空心的东西变成实心的 点一下连续加工 我们标刻一下 这样子 你看这样子去摇这个立柱 不同的产品 它的聚焦点它是不一样的 你看摇到这样子 光最强 眼睛看光是最亮的 那就是最强焦距 那我们换了产品 比如我们现在要打这个产品 因为它的焦光点 激光它焦光点不一样 它的焦距点也就不一样 我们依旧是一样的方法 选择加工 连续加工 画一个这个小圆圆 看见没有 现在是没有光的 看见没有 那我们往上摇 这就是调焦距 那焦距调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 对应要打什么产品 那现在焦距调好了 那比如说 我们要绘制一个文字 在这个产品上打个123 那我们改一下内容 123 改好以后点一下应用 对不对 把这个连续加工取消掉 因为打产品 不能一直在标客 123 我们现在对一下位置 看到没有 123现在在这里 那我们要移到这个位置 来怎么移呢 点一下停止 按照这样子 往这边1比1的去移动 光光 如果说是要到这个位置 怎么移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按这个键盘的 上下左右键 你看见没有 我按着这个 我按着上下左右键 我在这里 现在按着不动 那它就往这边再移动 那我要调下来一点 也这样子移 那有 这里也可以调位置 我们再打一些内容 这个内容 假设是我们这次 这个产品 调试好的一个参数 那我们调试好以后 我们下次直接用 怎么去储存 点一下文件 然后另存为 然后存到 电脑一盘 电脑一盘 然后命一个 你自己需要的名字 比如是什么 那你命好名 保存一下 那我下次要用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在我的电脑 然后计算机 一盘 把这个文件 双击打开就OK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